Hello 大家晚上好 玄幻小说请我迷信 玄幻小说请我迷信 我们今晚再撑一个问题 关于阿芷这两天是在找他什么样的法器呢 然后看一下他在下来时又丢失了什么法器 还有我就要说一下 我这边没有加入任何的子权 属于这边单独的 我们这是做道场的 那就只是我们道场的这个塔罗占卜 没加任何圈 因为也没必要加这些圈 平常比较忙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比较多 那么宣学类的道场的那些宣学事情都做 那么来测一下 只剩下来时 然后最近就说这两天他要找的这个法器 然后还有哪些几件要找回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三张牌我就随便抽了一下 然后有宝剑牌 宝剑爱 这个牌腻味 首先代表就是说他在下来时 就是丢失了有两个阴阳双剑的 因为两个我会怀 就是说想到 这个宝剑可能是两把宝剑 然后两把宝剑可能是阴阳双剑 还是可能就是非常比较厉害的这个宝剑 这个宝剑可能就像在边缘的话 具有两种属性 那这种两把剑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的话是 随之前来时候那么就是掉下了 在这个全国各地 所以的话那这两天要找的宝剑 有阴阳双剑 两剑合一的这种两把剑 这个两种属性我觉得是非常具有 因为这两阴阳是阴阳就是说两气是可以造万物 那么这两个宝剑是具有可能是非常毁灭性的这种能量的 对吧 所以的话这两种能量非常大 所以的话有两个法器 阴阳双剑 这个牌另外也代表说它下来的时候这样子掉了 然后现在这两天要去找 这个解释就是说一般法器都是剑什么的 所以的话就看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牌也是看到他去找这两件 这不见了然后去找 然后有这个法器 还有就是 有个这个是一个前臂五 前臂五逆位 就是之前的下来的时候是也不小心遗落的 还有就是说这两个人去外面走 就是前臂在这里 所以的话就代表来一趟时候这个这样子的法器 然后还有这个权杖型的法器 然后带着五行的法器 所以的话 我是按看图结 看图结 然后这个又有注到这个权杖 所以这个法器也代表有权力的象征 所以的话是他的比较有用的一个法器 可能作战时候会可以变成无数吧 所以的话 这个法器 可能上面带着 这有五片叶子 那么这个法器可能是一个五行的 权杖的型的那种法器 所以他这两天可能寻到法器的话 有这几件的 有两把这个阴阳双线 是一种合一的毁灭 就是说很厉害的法器 还有一个他的权杖权杖 可能他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权杖法器 带着五行的 五行之力的话非常厉害 五行是用在很多地方的 他可以变成无数吧 所以的话这个法器是非常的厉害的 所以的话这个五行法器那么是 他也是非常需要的一把法器 然后作战啊 或者可能还能变化一些东西 有点这种感觉 或者是可以用来造物 可能还有这种法器 因为在本园的话有的法器 是可以 运用五行之器 可能有可以造一些东西还是什么的 还可以用来打仗 好 因为这个权杖有生发的意思 因为这里长了很多这个素颜 所以的话是 比较重要的法器 这两看起来的话呢 他起码要来就说这两天在找的法器的话 有阴阳双剑 还有一个五行的 带着五行珠子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法器 实用性很强 好 那么这个就说到这里 玄幻小说 请我迷信 那就是三个法器 这两天他在找 希望只剩快点找回来 说到这里玄幻小说 请我迷信 看